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繼續透過打歌運動YouTube頻道 還有愛爾達粉絲團 以及Yahoo運動粉絲團的線上平台 與我們一起來欣賞 111年全國宇宙團體錦標賽事的轉播 在今天屏東縣立體育館 為大家送上男女團甲組的決賽 緊接著要來登場的是男甲決賽 土銀A隊和雅伯太豹A隊 第三點的對抗 場上正在介紹這場比賽的裁判老師 讓我們歡迎選手進場 土銀A隊 李昂王麒麟 緊接著要介紹雙方的投員出場 首先介紹的是土銀A隊的選手 李昂和王麒麟 一出場的確就獲得了滿場的關注 這兩位選手在東京奧運會上 真的是打出了非常驚奇的表現 拿到了這史無前例的一面男霜的金牌 也相當振奮整個台灣的舞台 所以現在他們其實不管到哪裡呢 不管是比賽或者是有出席任何的活動 都相當的受到球迷的矚目 是而且其實因為看現場跟看電視的感覺 其實是差非常多的 你在現場你可以感受到整個震撼 跟來回的球拍很清脆的那種聲音 所以其實看起來會特別的過癮 沒錯 那今天他們的對手呢 亞伯太炮A隊這邊 則是派出了廖敏俊以及林尚凱 來參加比賽 另外在這一點的比賽呢 也特別邀請了植閉的貴賓 這場比賽的植閉衛兵邀請到的是 中華民國語球學會的張國座理事長 以及優乃克股貝有限公司的 工錢揮酒總經理 來進行植閉的任務 那當然喔 其實在這一次的全團賽 剛剛在轉播當中也有提到 除了我們甲組一組的選手 會輪番上陣之外 也有很多學校級別的小選手 包括了國中 高中 甚至國小的小朋友 小選手也都會來到這裡參加比賽 所以其實能夠近距離 自己在打球 然後又可以近距離的看到 場上的偶像 那感覺應該是更不一樣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 可以很好地去勉勵小朋友 我要跟他們 我要向李楊跟麒麟去看齊 去增進我的技術 對 其實現在呢 在轉播場進行的是 甲組最高等級的比賽 其實在旁邊的幾個場地 也正在進行的是國小的比賽 所以其實對於這些小朋友來說 欸 慧欣你就想著 有一天我也想要進行比賽 打打打打 打到轉播場次 然後希望有一天可以讓家人 可以再透過轉播的方式 或是更多的球迷 透過轉播方式來認識自己 好 現在完成了直逼之後 第三點的比賽 雙方的選手也即將要進入到場上來熱身 那當然對於李楊和麒麟來說 他們已經是有將近四個多月 沒有參加正式的比賽 自從市井賽之後 所以也很難得 當然其實傳團賽 對於我們的這些頂尖的選手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參加比賽 找回那種比較競爭感覺的 比較高張力比賽感覺的那種模式 是 而且其實他們在整個場上的熟悉度 我相信其實麒麟跟李楊 他還是有掌握好的 因為光看他前幾場的表現 其實就可以知道 他們現在的整個水平 是處在一個非常穩定的狀態 李楊和王麒麟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三名 那在第三點的這個對抗 今天的對手 廖民俊和林尚凱 其實他們在四月十五號 當時就已經曾經交手過一次 那那場比賽 王麒麟和李楊二十一比十二 二十一比十九 是以直落二的一個局勢 拿下了勝利 那這一次其實短時間內再度來碰頭 也希望看看說 廖民俊跟林尚凱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調整 說是戰術上的改變 看有沒有機會再來挑戰 王麒麟跟李楊 是 而且廖民俊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比較重號型的選手 那林尚凱這個部分呢 他在打球的整個打法上是還蠻聰明的 會有蠻多這種前三派的組織球路 讓人有點意想不到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這樣子的搭配呢 也能擦出一些火花 對 是相當值得期待 因為其實在前一天的比賽 雅伯泰報在交手中租企業A隊的時候 廖民俊跟林尚凱在第三點是以二十一比十八 二十一比十八直落二 擊敗的是楊博涵和盧敬堯 這一組也是在國際賽場上有非常多精彩表現的男雙組合 是 而且因為其實廖民俊跟林尚凱他們的速度也算是非常的快速 尤其在前場的變化上也是相當的多元的 所以今天這一場很值得來看一看 那至於在李陽和王晴霖的部分 其實剛剛有提到 這兩位選手從去年的市井賽之後 已經長達四個月沒有來登場比賽 所以其實畢竟雙打還是很考驗雙方的默契啦 那實戰上頭的默契其實是可以快速的累積的 所以相信這一戰的比賽對於兩位選手來說 也是還蠻重要的一個調整的機會 是 那另外就是其實對於李陽和王晴霖來說 自從拿到了東京奧運會的金牌之後 在場上其實很多人把他們視為是要去挑戰的對象 所以其實他們要怎麼樣去把心態調適的更好 然後去面對未來更多 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際賽場上的一個發揮 對於這兩位選手來說 我相信也是他們現階段其實一個蠻大的考驗 是 而且大家其實在國內有機會可以打到他們 大家其實都應該是抱著一個非常興奮的一個狀態 對 我想要去挑戰看看東京奧運的選手 對 所以其實這個點相信 現在稍待一會兒我們看到女團的決賽當中 小代戴姿穎她其實也是只要國內有出賽 其實不管是球迷們或甚至她的對手 其實都抱持一個很期待的心情 對 要來跟她不論是對決或是欣賞她的比賽 那當然我們做來轉播台 不知道靜潔還有我們也很期待 很久沒有看現場看到小代的出賽 好 我們先來準備欣賞這場精采的男子雙打對決 在比完了前面兩點之後 土銀A跟亞伯泰報A是戰成了一比一 所以這場比賽誰可以拿下勝利就可以幫助球團 在這場比賽當中率先取得聽牌的位置 是 有畫面上方的廖民俊和林上凱這邊率先的來發球 比較可惜的一個機會球 前三拍有做出來了 第一球也簡單的來回之後 這雙方馬上就把握機會來進行溝通 王淇琳的一板重號突破了廖民俊的防線 比分2比0 而且進攻的角度也是非常難去做回擊的位置 好球喔 廖民俊真的是重炮手 對 他在後場也有一個 一板可以直接攻破對手的能力 對 他在後場也有一個 對 他在後場也有一個 就是 Pass头 這的時候看起來是有發進 打 他林上凱追成了2比2 好球 這個球想要GO一個長球 但 李洋比賽經驗也豐富 他完全有注意到這個節奏 直接做起板進攻 進攻的選擇上走中路 你可以看到麒麟他其實殺球的位置都非常的好 所以也會讓對方即便是已經處在防守的狀態上 也是沒有辦法把球回到場上 大明俊的攻擊掛網 目前場上的分數李楊翰王麒麟5比2取得3分的領先 這個角度是抓得很好可以看到李楊有預測到 所以他其實是跳出去去攔截這個中半場的位置 也改變了整個球的節奏 今天廖民俊和林尚凱把球往後場來送之後 其實相對就會變得蠻被動 抓到了 好球 一樣明俊完全有預測到來球的位置 把球做對角線的分球 比分6比3 阿 被抓到 阿 被抓了 發球的犯規 抓了一個發球 波高的犯規 分數直接送給對手 7比3 阿 球的質量非常重,速度很快 因為兩邊其實都擁有重砲手的情況下,其實前三拍的組織就非常的重要 想要去破壞對方發球的節奏 果然是很有經驗的選手,漂亮,果然是破壞到了 因為其實這種有時候其實看起來沒什麼的戰品,真的會影響到選手整個發球的心情 對,所以其實比賽並不是球開始發出的那一刻才開始喔 其實從前面在準備的時候就已經在開始了 一來一往之下,這邊廖民俊的一個揭發球掛網 讓王傑林和林洋的分數再度拉開9比4 這幾個,不管是發球或是接發,其實王傑林這邊的節奏都處理得蠻好的 是,而且他的節奏上都有一些變化,所以也讓亞伯這邊不好去掌握 非常有效率的連拿3分 這個球掛網 這個球掛網 10比5 10比5 這個球 這個球 夠平喔,所以讓李洋即便有抓到也沒有辦法回擊過往 第1局的比賽,李洋和王傑林 11比6先,戰時取得了5分 戰時領先廖民俊和林尚凱 進入集體站點時間,稍微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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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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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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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